花外露柔 晒走此一手黄满手那女 裴文轩坦白 内心最后悔的是 明明很爱公主 却没有说出口 导致两人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 当年裴文轩迎娶公主 两人都是被逼无奈 皇上只婚 谁也无法抗拒 公主坦诚相待愿 跟她好好过日子 裴文轩也是真的喜欢上了公主 但裴文轩之前有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 过后依然放不下这个秦珍珍 伤透了公主的心 公主赌气说出只做表面夫妻 裴文轩也违心地答应了 导致两人的关系愈发的疏远 尤其后来苏荣卿出现后 两人的误会就越来越深了 甚至以为是对方杀了自己 重生后才解开上一世的误会 这一世依然是盟友 依然没能逃开被指婚的命运 但不同的是他们懂得了沟通 做到了已成相待 夫妻间不再有猜忌误会 公主曾经问过裴文轩 心里有没有特别后悔的事 裴文轩坦白 最后悔的就是辜负了公主 自己心里明明很爱公主 却始终没勇气说出口 还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这一世长了嘴的裴文轩 真的很讨喜 相信跟公主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点关注不迷路 一起期待后面更精彩的剧情